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美国将向乌克兰提供新一批价值8亿美元的军事援助 其中包括极具争议的极数炸弹 韩军在韩日争议岛屿低调举行非公开小规模演习 韩没质疑是在看日本人脸色 首先来看今天的新闻眼 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在访华期间表示 不寻求脱钩锻炼 但是美方的种种动向表明 两国之间的紧张局势并未缓和 美国财政部长耶伦的此次访华之行 受到外媒高度关注 耶伦表示美方不寻求脱钩锻炼 愿同中方落实两国元首巴厘岛会晤共识 加强沟通避免因分歧导致误解 在稳定宏观经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方面加强合作 寻求美中经济互利双赢 德国慕尼黑信使报网站认为 耶伦此次为期四天的访问 至少表明疫情后中美之间的穿梭外交再次提速 而这是两国走出激烈对抗的前提 美国全国对外贸易理事会主席杰克·科尔文说 对美国企业 农场主和工人来说 中国仍然是机遇 不能只是单纯的透过去风险的棱镜来看待两国关系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今年5月发布的报告显示 2022年美国对华商品出口总额达1513亿美元 同比增长1.2% 报告指出 中国是美国仅次于加拿大和墨西哥的 第三大商品出口市场 和第六大服务出口市场 对华商品和服务贸易 为美国创造了超过106万个工作岗位 但另一方面 美方仍在关键性领域 升级针对中国的对抗性政策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7号报道 耶伦当天会见美国企业代表时提到 北京对半导体制造所需要重金属 颁布出口管制的决定 让华盛顿感到担忧 并警告美国及其盟国 将对所谓中国不公平的经济行为进行反击 为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 中国商务部海关总署7月3号发布公告 决定自今年8月1号起 对家和者两种关键金属实行出口管制 美国国防部发言人6号在记者会上表示 美国拥有者战略储备 但目前缺乏家的储备 路透社称有部分美国专家认为 中方对家和者实施出口管制 很可能会减缓美国军工企业的生产效率 或增加成本 美国高盛集团6号预测称 西方可能需投资超250亿美元 才能摆脱对中国稀土的依赖 据纽约时报报道 拜登政府正在准备 对美中技术贸易实施新的限制措施 其中可能包括对先进芯片 和美国在华投资的进一步限制 据知情人士透露 即将出台的规定可能会限制中国公司 获得美国的云计算服务 以弥补此前限制中国 获取人工智能先进芯片方面的漏洞 有美国媒体指出 美方这种言行不一的做法 让中方很难相信美方改善关系的诚意 And I can well imagine that the Chinese see a lot of U.S. actions and go how sincere are you with all this talk about resetting our relationship when you're putting in semiconductor controls and other potential controls and you're putting tariffs on our goods how how what do you mean reset you're being aggressive with us Well Tyler I think you hit the nail on the head here in terms of China challenging the sincerity of this notion of a healthy these are Janet Yellen's words economic relationship But look I think it's important for us to realize that both of these governments are putting in place what they believe to be protections for national security that in some ways will and will continue to trump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And so I think that is the reality of where we are Tyler 涉及到财长耶伦本身 他也表示这是他期待已久的行程 也希望建立双方之间的沟通渠道 但是从中国的角度来说 我们会注意到 首先中国当然对于沟通持开放态度 但是中国仍然强调的是 沟通不是中美关系的全部 所以现在中美关系的癥结所在 仍然是美国对中国 在战略竞争方面 是有非常险恶的意图 要争取所谓的绝对的优势 形成对华包围圈 而现在美方某种程度 是有意借沟通 来服务于美国的一己私利的 而对于美国的这种想法 中国当然不接受 也避免美国方面认为 能够迫使中方妥协 所以对于这次耶伦的访华行程 在沟通方面 中国强调行程的安排是经两国商定 而并非中方发出邀请 这也是再次向美国释放信息 沟通必须是在平等的基础之上进行 有外媒指出 尽管美国试图阻碍中国 在人工智能等高科技行业的发展 但中国在这些领域 绝对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参与者 7月6号至8号 在上海举行的 2023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就是一个例证 这些机器人正在准备 做一场同步舞蹈表演 他们隔一段时间就会表演一次 这些机器人被设计成家庭助手 那边有一个制作咖啡的机器人站点 我们后面有一个机器人打篮球的地方 设计者的想法 是让他们成为谈障人士的居家助手 这里有各种各样的有趣活动 让大家参与 一切都非常智能 除了新奇有趣的机器人 参展商还展示了一些创新性的工业产品 比如这款辅助康复设备 可以感知身体信息 并向医生反馈 说不清是我在带动他 还是他在带动我 很神奇的感觉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近日发布的 全球数字经济白皮书显示 2016年至2022年 中国数字经济规模增加4.1万亿美元 年均负荷增长14.2% 中国数字经济呈现蓬勃发展态势 日益成为国民经济的 重要增长级 韩国军方7号披露 今年6月底在独岛 也就是韩日争议岛屿 举行了非公开小规模演习 不过这一做法引发争议 有韩媒质疑 韩国缩小演习规模 并且转为非公开 是在看日本人脸色 据韩联社7号报道 韩国军方6月底 举行了今年首次独岛防御演习 演习以非公开形式进行 这是尹熙岳政府成立后 韩国第三次举行该演习 韩国海军和海警舰艇参演 参演战力规模与去年基本相同 不过韩联社注意到 网界政府多次进行大规模演习 动员空军战斗机和海军陆战队登陆兵力 并提前公布演习计划 但是尹熙岳上台以来 飞机和登陆兵力都没有参演 规模大幅缩小 有分析指出 这反映出尹熙岳政府 积极谋求改善与日本的关系 日媒称 韩军在争议岛屿举行 非公开小规模演习 是为了避免过度刺激日本 日本外部省7号发表声明 就韩国军演提出抗议 韩日争议岛屿 位于朝鲜半岛东部海域的 玉陵岛以东大约90公里处 由东西两个无人居住的小岛 挤周围数十块岩礁组成 岛屿面积只有0.186平方公里 韩国把岛屿称为独岛 日本则称作主岛 韩国 日本与朝鲜均宣称 对该岛拥有主权 韩国自1953年以来 实际控制独岛 一直以来日韩两国 围绕岛屿的所属纠纷不断 今年5月2号 韩国最大在野党 共同民主党议员田荣记 率青年团登上该争议岛屿 日本政府随即向韩方 提出强烈抗议 尽管近来在美国的推动下 韩日关系得到缓和 但在争议岛屿问题上 日本对韩态度强硬 在今年4月 日本外部省公布的 2023年版外交蓝皮书中 日本声称主岛 不论从历史事实 还是从国际法上 都属于日本固有领土 对此韩国外交部 予以强烈抗议 并敦促日方 立即撤回相关表述 不过韩没披露 就在当月 韩国海军在朝鲜半岛东部海域实施的演习 因为考虑到日本的反应 而缩小了规模 今年4月 韩国军方在独岛周边 举行演习时 遭到日本质疑 之后韩国军方将独岛周边地区 排除在演习区域之外 据了解 演习开始前 韩国在争议岛屿周边 划设了航行警报区 但日本向韩方询问了 在争议岛屿附近 发布航海警报的原因 几天后 韩军就将独岛周边地区 从警报区域中解除 韩媒称 当时正值韩日首脑会谈 刚刚结束 韩国政府加快了改善 韩日关系的步伐 韩国海军对此解释称 根据演习详细计划变化 调整警报区域的情况 时有发生 和日本没有关系 经过数月的讨论 美国决定向乌克兰提供 极具争议的极数炸弹 由于极数炸弹 极易对平民造成巨大伤亡 这一决定遭到包括联合国 和美国盟友德国在内的 多方反对 当地时间7号 多家美国媒体报道 美国将向乌克兰提供 新一批价值8亿美元的 军事援助 其中包括极具争议的 极数炸弹 拜登总统做出了一项 关键决策 其中涉及全世界 最具争议的武器之一 美国将会首次把极数弹药 列入新一批的军事援助中 以帮助乌克兰对抗俄罗斯 这种武器能够造成巨大破坏 它携带许多小型炸弹 能够散布在很大范围之内 然而也会将平民置于危险之中 极数炸弹 俗称子母弹 即在与一般炸弹 同样大小的弹体中 装入数个至数百个子炸弹 它由飞机投掷 或从地面发射 在空中打开 释放出子母弹或小炸弹 可以对大范围内的目标 进行无差别杀伤 因此极易对平民造成伤害 同时这种炸弹 还有较高的雅弹率 没有爆炸的炸弹 将在冲突结束后的数十年里 对当地民众特别是儿童构成威胁 相关数据显示 在2021年 极数炸弹造成的141例人员 伤网中 97%是平民 During the Cold War the Harry used to fly the BL755 it was a UK weapon it had 147 bomblets in each of the weapons so that you could actually pretty much guarantee to hit a tank with those weapons you're trying to hit a tank you deliver a weapon you deliver a football pitch size of ordnance definitely one or two are going to hit the tank go through the tank and destroy it the vast majority will not hit the tank at all and hit soft ground and most of the the little armaments will detonate but a good proportion of them don't and with our weapon it was about 10% didn't detonate 目前全球有123个国家 签署了禁止使用 极数炸弹的国际条约 包括美国的大部分盟友 英国 法国 德国等 但是美国 乌克兰和俄罗斯 没有禁用这种武器 《华盛顿邮报》称 自朝鲜战争以来 美国在每场重大战争中 都使用了极数炸弹 越战结束后40多年间 遗留未爆炸弹 已在越南造成 4万多人死亡 6万多人受伤 2022年2月 俄乌冲突升级后 美国曾经严厉谴责 俄罗斯使用极数炸弹 称其可能会构成战争罪 那美国为何现在改变立场 美国总统拜登7号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首次向乌克兰提供极数炸弹 是一个艰难的决定 但他认为基辅的反攻行动 需要这些武器 《华盛顿邮报》称 美方将提供的是 美国于1987年研制的 M864极数炸弹 美国等西方国家 对乌提供的155毫米口径榴弹炮 均可发射此类炸弹 五角大楼发言人 莱德6号称 向乌克兰提供极数炸弹 将帮助该国提高 反装甲和杀伤能力 这种能力 在任何类型的进攻中 都会有用 美国政府的决定 引发广泛质疑 联合国发言人7号表示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反对使用极数炸弹 德国外长贝尔伯克 当地时间7号表示 作为美国的盟友 德国方面也反对美方向乌 运送极数炸弹 微软全国广播公司评论称 向乌克兰提供极数炸弹 不仅会削弱西方 在冲突中占据的道德制高点 而且还会威胁乌克兰平民的安全 俄罗斯驻美国大使 安东诺夫7号回应称 美国这一最新决定 代表着他们意识到自己的失败 也是一种为回避失败的绝望尝试 美国在极数弹药方面明显双标 俄罗斯方面如果使用 这个就是反人类 但是目前美国政府已经正式批准 打包向乌克兰提供极数炸弹 而且型号众多 这里边至少包括马克20 十眼极数炸弹 内含247枚子弹 也说明了 这些武器装备一旦在欧洲冲突中 大量使用 对于无差别 无选择的杀伤目标能够取到重要作用 而且今后战场的后遗症也非常严重 美国在克索沃作战行动中 投掷了1396枚极数炸弹 那么大概约有10%到20%的 这些子弹是不爆的 一旦冲突结束以后 对于正常作业的平民会产生重大杀伤 所以美国第一美国优先 依然是美国的选项 对于这种武器装备对乌克兰 包括俄罗斯会构成什么的影响 不在美国的考虑范围之内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7号表示 北约对极数弹药公约并没有统一立场 在即将召开的维尔纽斯北约峰会上 北约计划商定一项对乌克兰的 多年期援助计划 确保乌克兰武装部队和北约间的互操作性 另据俄罗斯第一频道报道 为了在北约峰会召开前夕 争取到更多西方军事援助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近日访问了 捷克 斯洛伐克和保加利亚 6号 保加利亚总统拉德夫 在与泽连斯基会谈时 当场拒绝了为乌提供弹药的要求 并表示这场冲突没有军事解决方案 越来越多的武器也无法解决问题 近年来朝鲜注重改善民生 推出多重措施 努力提升民众的生活质量 在各地兴建现代化商场 就是其中一项重要工作 据朝中社报道 朝鲜平安北道的鸭鹿江崖高厂 和新益州蔚来商店 已经于今年6月中旬竣工 新益州蔚来商店 是一栋黄白相见的二层建筑 商场内各种生活必需品 化妆品 皮包 鞋子 服饰 琳琅满目应有尽有 商场还配备水上乐园 理发店 美容院等多种设施 是一家不折不扣的综合购物中心 新益州蔚来商店 效仿了平壤蔚来商店 位于普通江边的平壤蔚来商店 是朝鲜商店城市化 现代化的一个典型代表 商店于2012年开张 2016年通过扩建增大了规模 商店由地下一层和地上三层组成 在这里消费者可以直接试用 和挑选各种商品 朝鲜传统商店以供应商为主体 用柜台将消费者和商品售货员隔开 想要买什么顾客需要告诉售货员 2012年以后逐渐转变为 以顾客为中心 位于平壤蔚来科学家大街的 仓光商店就是人气非常高的商场之一 商场地下一层 地上五层 设有儿童游乐场和冷饮店等 20多处柜台 现代化的升降电梯和滚梯 为顾客提供了方便 在这些现代化商场里 顾客们可以推着购物车挑选商品 刷银行卡支付 十多年来 不仅是平壤和新义州 在圆山 江界等地区 也建设了相当规模的现代化商场 有分析认为 这一变化得益于朝鲜劳动党总书记 国务委员长金正恩 积极发展商场现代化 城市化 对拉动内需消费 也产生了积极影响 平壤市内新建多条现代化大街 商店 餐厅 娱乐设施逐渐增多 丰富了民众的业余生活 为改善民众的居住条件 朝鲜各地住宅建设工程也在如火如荼的进行 今年4月 金正恩出席了平壤和盛区171万套住宅的 竣工仪式并剪彩 这是2021年1月 朝鲜劳动党八大提出的首都建设工程 计划于2021年至2025年 在平壤每年建设1万套 总计5万套住房 其中平壤松花大街万套住房建设项目 已经与2022年竣工 目前和盛地区27万套住房项目已开工 冲绳县议会美军基地关系特别委员会 6号公布日本防卫省冲绳防卫局 对美军北部训练场 2022年度的噪音调查结果 调查显示 驻日美军2022年 在位于冲绳县的北部训练场 制造超过7500起噪音时间 比前一年增加1200多起 美军加首纳基地 2022年外来飞机起降次数达到近1.24万次 比前一年增加396次 当地媒体报道 这一基地今年噪音扰民情况愈发严重 附近的加首纳丁仅5月 就测得1032起噪音事件 长期以来 驻冲绳美军军人犯罪 军机坠毁 高空坠雾和噪音骚扰等事件频繁发生 冲绳县民众饱受困扰多次提出抗议 好 更多内容我们再来看一座苏兰 8号是俄罗斯的家庭 爱情和忠诚日 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表示 约有一千对恋人当天登记结婚 他还透露说 今年莫斯科有30多个特殊场所 为新人办婚礼提供便利 包括歌剧院 电动客船和摩天轮等地 甚至还有地铁车厢 俄独立台称 家庭 爱情和忠诚日 是总统普京2022年发布命令设立的节日 近日伊拉克南部干河的沼泽岸边 出现成千上万条死鱼 当地官员说 可能跟干旱天气有关 这些鱼被冲到 底格里斯河的平原沼泽中 环境学家表示 抛开污染不说 由于干旱 当地河水含盐量不断上升 含氧量下降 导致沼泽地里的鱼加速死亡 破坏了水域的生物多样性 马来西亚环境部门预测 厄尔尼诺现象将在2024年初达到顶峰 该国将面临持续炎热及干燥的天气 除了气温升高及降雨量减少 如果不控制森林和泥炭地的焚烧情况 发生跨境烟埋的概率也将提高 当局呼吁民众节约用水 避免露天粉烧 并减少在户外活动 世界气象组织此前发布报告 预计全球大部分地区气温将进一步升高 近来印度国内西红柿价格大幅上涨 令居民和餐饮经营者苦不堪言 德里地区一家快餐店贴出告示 宣布将停止在汉堡中使用西红柿 理由是西红柿质量不高 新德里电视台称 印度的西红柿价格一度从每公斤15卢比 上涨至最多每公斤150卢比 约合13元人民币 主要原因是产区遭受持续热浪和大雨袭击 供应受阻 当地时间7号起 为庆祝传统毛利新年 新西兰南岛最大城市克莱斯特撤起 举行灯光秀 这场灯光秀为期9天 当地艺术家通过具有毛利文化特色的 灯光装置 投影以及互动 将城市点缀的启力绚烂 不断引来民众拍照留年 从2022年起 每年的7月14号 被定为新西兰毛利新年法定假日 近日世界最大的垃圾发电站 阿联酋迪拜垃圾管理中心的 一期工程投入使用 该中心占地40万平方米 拥有5条生产线 已有2条投入使用 每天可处理约2300吨固体垃圾 项目耗资40亿阿联酋迪拉姆 约合79亿元人民币 将于2024年全部完工 届时 该中心每年将可处理 约200万吨固体垃圾 年发电量达220兆瓦时 新亚洲文天下 感谢收看今日亚洲 再会